15号是日本自命为二次大战的终战日 在这一天 这日本的首相会不会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一直是被他侵略过的国家相当在意的一个事情 而这一次尽管安倍他没有去 不过身为首相他也创了20年来的记录 就是他首次没有在他的演说里面提及说 日本要反省战争 而且日本永远不在战 老师您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我觉得在这里面 其实显示出怎么样 现在日本事实上对这个中战监视的特别在意 我觉得其实中国跟韩国 其他我们看 现在我们真的来看 其他我有差不多去看一下 像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翻译 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么激烈 所以这里面其实显示出怎么样 日本现在跟中国关系相当不好 跟韩国也没有太好 那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前几天 也是说日本媒体 几乎忘记了跟中国建交的纪念